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问题是为何小高画得不错 放大就画难掉 第二个问题 为啥只有肥子或不用钱的字 画得比较好 这两个问题 其实答案有点类似 先讲一个故事 一个独生在家跟朋友玩独播 大家拿石头当独主 因为不在乎赎赎赎 独生独技正常发挥 百战百神 但去参加世界大赛 用百万美金当独主 内心就还得还思 技术不能正常发挥 他就说到脱口 独生技术是一样的厉害 为何有之差别 差别在于 内心被歪在物质影响 装置说歪总在内着 歪在包袱中 内心就会乱 那些职业员动员 要如何确保自己比赛不失场 除了心理抗压记忆很强之外 就是要靠不断训练 让成绩都记忆 超高 因为不在乎他的结果 心抓 眼神病眼都很简单 但是放大床做事 就开始换相声会看 谁会按赞 要搬赞 要买钱 各种内心小剧场戏 马不停上演 想要表现更丰富更多彩的欲望 反而让画面湿起愿忧的快些 用肥子的原因也是一样 因为你不在乎 反而画得好 但客制内心欲望很难 要靠修行 一般很难做到 我们可以借由减少颜色 解画形状 达到类似效果 其实这次也是朋友送的 所以画得特别轻松没包袱 总之透过剪发 慢慢体会画鞋的美感 之后即使很多颜色可用 你也知道如何选择取舍 其实画画跟生活一样 就像即将生活 让我再东西少一点 更能感受画鞋平衡的美 还有 小高画得好 另一个个原因是用笔的资存跟事业 只张放大笔要跟它放大 逼出才不会缩水扎乱 当然想对肌肉张控力 要更好就要联系 而人也要立于画面观察 想像自己也扁打 这样真张滑狗吐才不会失衡 所以滑滑不知是滑滑 内心跟肌肉都要跟运动员一样训练 那滑下来说 它是一段经历的故事 它的老师领覆面叫它要连线挑 它就每天把保质汤开划 所以我曾经买一包的三一银子 没事就划之前 帮助非常大 否则以前常常划一张划 就会在最后那一笔点线干 是啊 初学者很关心的问题 要连到啥子时候 那些给出一个明确实际的答案 大多是新潮滑鼠或是新鸣鸡汤 可以用各式备在90岁领中的一眼 回答这个问题 再给我问念寿命 我将会成为真正的画家 那些是 有朋友啊 拍这些影片干嘛不拿去买赚钱 以前老师都跟我说 要进步最快的方式就是去分享 去教别人 所以我做这些影片 实际是为了自己进步 如果有解答你的意乎 那是随便转到 把观念有文字写下 必须把咨询真理消化 最终有文字明确表达想法的机能 在AI时代便利比以往更加重要 总之 获得回馈 认真自己的观念 慢慢观念就更紮实 然后顺便学一些心理软件去结束 一直说的 所以要感谢那些 一直让我有故事可以说的同学们 教他才起酒了 就会忘记自己如何学的 找到这些人 可以忘记自己的 那些人 我就跟随便 找到这些人 有什么事 我从来的 我开始写上 你再有什么事 我开始写了 你去找到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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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 我去找到这些人 你去找到这些人 我找到这些人 我看你 你去找到这些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